哈喽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有态度的模玩分享评头论足 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三 我们来玩一玩变形金刚 那么今天要展示的呢 就是把这一套TFC的海底狂魔组合完毕 其实呢在2016年里啊 是拍摄了一些变形金刚的图文介绍 但是呢能够组合站立起来的 只有这一套TFC的海底狂魔 其他呢都是半辣客机的 虽然这一套海底狂魔呢已经出品了五款啊 并且通过组合呢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人形姿态 但其实并没有出完 还有一个武器呢没有出 总的来说呢出品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基本上一个来月呢就会发布一个新的成员 让玩家们呢等的并没有太辛苦啊 这一套海底狂魔呢因为它的特殊性啊 所以呢每一个成员基本上都能达成三遍以上的形态 所以变形的流程呢还是比较繁琐的啊 那么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已经把这每一个成员呢变成了他应该有的部位 其实还能变成很多部位啊 我们只展示这个官方的形态的 组合之前呢我们首先啊来看一看 这每一个成员的单体表现啊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胸部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乌龟老大铁拳甲 所变形成的海底狂魔的躯干部分 那么在动画片《引者战士》里面呢 其实只有这一个部分啊是没有被破坏掉的 而四肢呢经常被干碎 然后呢他就会去搜集新的成员来进行替补 因此呢我们这款海底狂魔 四肢部分啊通常是支持多变的 可以变成手也可以变成脚 也算得上是我们这款海底狂魔的一个标志性特色了 首先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头部 那么头部的造型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可以看到使用了大块的透明件来提高这个眼部的透光性 其实呢原本头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点上 胸部比较靠后的位置 所以呢看起来其实并不太美观 那在前不久发售的那款亡命前礼呢 是提供了一个头部的这个替换件啊 那么替换完成之后呢 这个头部的位置呢就会被提的稍微靠前一些 看起来能舒服一点啊 那么新分件替换呢其实并不复杂 但操作起来其实也并不容易啊 首先需要把原本这个位置的分件呢 给全部破坏掉并且给拆卸下来 然后呢安装上新的这个分件 在侧面呢安装上铁轴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这个铁轴呢并没有完全的安插到位 因为实在是怼不进去了啊 将来呢找一个更趁手的工具来试试往里面推推吧 反正当前呢可动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而且呢看起来啊也不算明显啊 倒也无所谓了 组合方面在四肢部分呢都提供了相应的连接结构 在组合之前呢需要把这些结构呢进行外翻 中间都采取了非常紧实的齿轮结构 翻出来的话呢肯定需要花上一点力气 但是呢相应的也得到了一定的稳定保障啊 特别的紧 那么躯干的表现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其实呢详细的图文介绍啊 之前在公众号里面微博里面都做过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看这个以前的文章啊 都有详细的介绍 接着我们来看海底狂魔的右腿 那么这个右腿呢是之前发售的海魔刃 除了可以变成这个腿之外呢 还能够变成一条魔鬼鱼 变成人形 变成炮台 还能够变成手臂啊 也是支持多变的 在整个造型方面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集成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整个是比较结实的啊 并没有那种中空的感觉 下段呢是采取了一个球形关节 活动一下试一试啊 哎 这手感还是非常紧的 嘎吱嘎吱直响啊 那么如果要进行组合的话呢 首先啊需要把这个关节来进行一点外翻 要不然呢很难顺利的安插进去 我们来试一试 非常的紧啊 哎呦我的天 留出一点空缺啊就可以了 接着呢把这个主体躯干部分啊 对齐这个滑槽 给它插进去 然后给掰直 这边就算是安插完毕了 那么左腿呢 是这套海底狂魔发售的第二款产品 锯齿刹 那么除了可以变成腿部之外呢 还能够变成一条带有四条腿的鲨鱼 能够变成人形 还能够变成炮台 包括手臂也是支持多变的 下方依旧是一个很大的球形关节 来弄一下看一看 超级紧啊 同时和右脚一样 前端呢还支持一点轻微的两段式可动 而且呢你乐意的话 可以把这个脚尖的部分呢来进行张开 嗯就是这个状态了 同样在上方的关节连接结构这里呢 也需要进行一点外翻 才能够顺利的安插进去 那么当这一侧也安装完毕之后呢 我们的海底狂魔呢 就能够顺利的站立的起来了 哎 那么在左臂呢 是我们这套海底狂魔最新发售的一款产品 就是亡命前 除了可以变成手臂之外呢 还能够变成一只大龙虾 包括人形腿部以及一个炮台 也是支持五种面形的 那么在手部呢可以看到啊 这个部分呢是提供了这种无指可动手啊 但是呢手指的长度呢是比较短的了 嗯然后呢 因为要变成手臂 所以整个造型呢被拉的比较长 这个位置啊相应的是比较空的啊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另外呢因为我们的大龙虾啊有八条腿 所以呢这些腿的摆放啊 感觉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固定 总之呢摆成你喜欢的对称造型啊 感觉就可以了 然后在肘部可以进行旋转 包括这里呢提供了一个尺寸很大的肘部齿轮关节 可以进行弯曲 嗯 最后当组合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把这个肩部的连接关节呢 来进行一个外翻 摆不动了 然后我们还是对应肩部的这个连接结构呢 把这个手臂啊给挂的上去 有一个滑槽 既然是从下往上挂载的 不过挂的还是比较紧的啊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款海底狂魔的右手臂了 也是出品的第一座啊 这叫狂噬 是一个很大嘴巴的食人鱼 可以变成手臂一条食人鱼 人形啊 包括脚地板啊 并不能变成炮台了 然后这个部分使用的依旧是无指可动手啊 整个颜色呢是这种蓝和粉的配色 腰部这边有一个肘关节可以进行弯曲 嗯 那么在食人鱼屁股这里呢 就是我们这个手臂的连接结构了 同样也需要来进行一个外翻 哎 哎呦天呐 最后把这个手臂挂载到我们这个海底狂魔的肩部呢 我们这个海底狂魔就是组合完成了 哎 那么在网面前里还专门提供了一个用于加固手臂关节紧实度的连接件 呃 但安装的时候呢会感觉有点麻烦 同时装完之后呢会限制住一部分的手臂可动 所以个人感觉啊不装倒也无所谓吧 组合完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武器 呃 当看了图文的朋友呢都应该发现了 那么每一位成员呢除了提供了枪之外呢 还都提供了一种冷兵器 有的武器呢造型看起来是十分奇怪的 那么目的呢只有一个 就是通过组合形成这把尺寸很大的大剑 呃造型方面肯定是比较霸气了啊 单手握持人类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同时剑柄部分中间采取了一个黑色的杆状连接结构 所以整体的稳定性呢还是比较结实的啊 并没有出现那种松动掉落的情况 那么全部组合完成之后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款TFC海底狂魔主体部分的表现如何啊 这已经是我能达到了最远的摄影距离了 一会我们再来换地方 那配色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啊 主要是采取了深红色和绿色为主啊 呃但右臂部分的这个狂逝呢颜色则是采取的粉色和蓝色 所以呢配色方面这个部分呢是更加跳动上一点的 和主体部分并不是很大 然后在高度方面我这里面有一个30厘米的尺 到胸部呢是30厘米 再往上加的话呃基本上整个高度是超过了40厘米啊 那好我们转移完地方之后呢再继续来看 首先来看一下海底狂魔主体部分的一体性表现如何啊 来做一个简单的摇晃测试吧 呃通过摇晃呢可以看得出来啊 四肢并没有出现任何松脱的情况 但膝盖部分呢是明显出现了一点不举的现象 呃其余部分的关节表现力度呢倒还算可以啊 基本上总体来讲呢算是在接受的范围之内 嗯 那么在头部呢这里面我们已经进行了零件踢宽 所以呢可以进行大幅度的抬头 包括头部的旋转啊 呃这个部分的表现提升呢还是比较明显的 接着手臂部分呢这边可以进行垂直方向的旋转啊 是齿轮关节 同时呃在手臂的这个部分呢连接位置啊 之前呢是带了一段关节 肩膜里面同时也匹配有一段关节 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可以进行平抬的 幅度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是达不到90度的 那么在手臂部分上端和下端呢都支持进行旋转 然后在手臂部分啊虽然关节设置都差不多啊 都是在角色的腰部啊 但相信呢角色的结构不同啊 这个可动幅度呢也会存在着一定差异啊 基本上是在90度左右吧 同时在海比狂魔的腰部这里呢是支持进行旋转可动的 嗯 但这个位置啊并没有什么齿轮关节了 那么在腿部呢提供了多段的可动结构啊 呃首先大腿这里可以进行抬起包括一些侧摆 呃包括后踢啊都能实现 但是手感方面呢就不如手臂那么紧实了 呃同时呢在膝盖部分这里面可以进行屈膝的活动 嗯 幅度是超过了90度 另外呢在大腿根部也支持一定幅度的轻微旋转啊 不过呢这个手感啊照比其他关节呢会感觉更松一点 然后在脚底板这里之前大家也看到了是采取了一个尺寸很大的球形关节来进行的连接可动 呃手感方面自然是比较紧实了 但是呢由于比较声色啊固定造型方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顺手啊 好在脚底板的尺寸比较大 在这个站立方面的稳定性方面的表现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站的是非常稳的不会倒 最后我们把这个大件呢安装上之后呢看一看这个效果啊尺寸方面真的是比较巨大 呃但关节方面对于这个大件的支撑呢可以看得出来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呃但举起来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好的看到这呢我们今天这款TFC的海底狂魔就算是完全的组合完成了 海底狂魔在变形金刚里面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弱的组合金刚了 但对于四肢部分用坏就争的特点呢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设定 我们TFC的海底狂魔也是环游了这一设定 在四肢部分的成员呢都能进行多种形态的变形 因此在可玩度方面的表现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在组合完成之后个别位置的关节呢并不算太紧 不过大体的感觉呢个人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之前做图文介绍呢也是进行了多轮的把玩啊 最大的感觉呢就是这几个成员呢真的是挺耐操的 但由于成员都是水生物身上的尖刺结构呢是比较多的 因此呢无论是变形也好还是组合也好啊一定要注意不要伸到手指 现在TFC的海底狂魔呢已经可以通过组合完整的站立起来了 虽然还剩下一位武器的组合成员 不过当前啊就显得不是那么着急了 那么好了我们今天古兜古兜啊把这个海底狂魔给组合完成了 玩的还是挺开心的 今天呢就先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